最后关战一把约瑟夫 欧老板 看一下 阵容方面先知祭司野人佣兵 这套阵容还不错 两边都有的打 搬的话应该搬了一个吉尔石 没有选出前锋 直接拍照 拍照流 带的是一个传送 天赋上面应该是彩版加速 然后带底牌的 不带挽留的那种 对彩版加速八卦的 这里野人的位置应该是暴露了 两刀 牵起来往下一个点走 这张地图比较大 所以说前期 第一个镜像不一定能打到多刀的 我们看一下 所以说他这边带个传送的话 待会可以考虑 就是如果没找到人什么的 可以传送打一波偷袭也可以 看看第二个人 这边绕过来绕一圈 没看见 再往前走 前面是有一个刷点的 这个点 这个点 能不能找到 对刷点的一个判断 往回上 再回 先把人挂上 回身过去 看见了 看见了 打一刀还打两刀 佣兵 这时候就很尴尬了 打一刀还打两刀呢 打一刀 选择空一空佣兵的血线 然后这边来找野人 野人这边拉开 倒在一个角落 直接传送 好像这边的传送是判断野人在中场 但是往前走的话也有机会 这边往前面探过去 探过去 这刚好这先知在摸 那要瞧摸 能摸得起来吗 摸起来了 野人其猪 那 哎 这是一个风口 白打一刀 试一刀 先知顶鸟也可以 开开二阶 抓先知 这边的罩是 十秒钟以后 CD好 转牌 有转牌的话 追击能力会高很多 这边绕过来 打一刀 先知这边应该是要进大房了 没有闪现的 所以说前面这个点位 板子都没有下掉的 还是有机会能牵制 这边先拍照 控住场面 没有传送 应该是静静向来找人 他会不会选择 就是打先知的镜向 然后牵着先知 尽量往外面走呢 好 想先来找一波先知本体 这先知已经进二楼 这抓不了了 这先知抓不了的 这个点位的先知不好抓 过来打偷袭 打偷袭 打偷袭找先知 诶 这波反走 跟上去 这先知走不了了 哇 这波偷袭有点帅哦 打了一个反心理 对吧 我是觉得这个点不好抓 但是这波反绕镜向反绕是没心跳的 还挂了一个地下室 要不要挂地下室 有祭司 想挂 打得真不错 这波反绕 你要是约瑟瑟夫打的不多 还真的想不到 现在全场修击修的最快的这个人被抓住了 那么就看这波救人了 不救人呢 双方五五开 因为后续 来了 刚说不救人五五开 这边就想救 救完 野人齐猪 打一刀 反正野人已经齐上猪 听到野人齐猪的话 其实可以不用管这个野人了 你爱咋咋地吧 来一手 然后跟上去 等博命结束 野人这边应该是想保一手 但这个距离 先知找一个点位 切过来回身一刀甩 没甩住 没甩住的话 这个人不好牵 他得人往前压 等下一次甩牌回来牵 人往前压 甩牌回来牵 会更好一点吧 直接牵 直接牵要被撞下来的呀 这 那怎么办呢 这怎么解说呢 没撞下来 只能说这约瑟瑟夫走位走得好 再打一刀 救不下来的 那是要被撞下来 这个距离很有可能被撞下来的呀 对吧 他没撞下来 佣兵救不了人的 这把这个佣兵一刀没啊 赶在面前晃 佣兵拼了 就是骗你过来 然后一个护臂跳过来 约瑟夫这边不会上当的 我就站这边 你过来好了 我站这边 你来救 来救 来来来 来救 好挂野人 这样的话瞬间翻盘 刚才野人这波没撞下来 确实有点可惜 因为这个距离 这个牵起来的时间 是很有可能能够撞下来 撞下来以后 稍微挡一挡 前面就是块板子 那块板子一旦能够下掉 砸个头什么的 这局求生者就有机会去争胜了 都不是宝瓶了 但是一旦那波没有能成功 野人这边倒地 那好了 全场对吧 只有祭司能来救人的 但是佣兵过来一刀没啊 牵着 放下 守住电击就可以了 这边等镜像 放下 再切手 过来看一眼 很细 很稳 欧老板打得可以啊 这样的话 守住这个佣兵 就是一个三抓 然后 这边还想拉大洞 想拉大洞 一刀把大洞划掉 你起来 你起来就没 这边两边要看手术了吗 看反应 看手术 佣兵起来 一个护臂跳 哎呀 不能成 他要一个护臂跳走 然后约瑟夫这边一刀 打在椅子上面 再回升过来 来把人给 救了才行 那这样的话 可以来找 这边的祭司了 完成一 因为佣兵交掉 四抓了 佣兵交掉自己了 所以这个局是一个四抓局了 等炸点 有闪现 祭司 这不好弄啊 点位暴露啊 这边转牌 转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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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牌是没有用的 因为 哎 闪过来了 一刀打 哎呦 都没 再打 跟动 往前走 前面有板子 单板 一下 约瑟夫本身就带彩板加速的 这边还有博弈 哎 活到了 活到以后 翻板 往回 进二楼 但是约瑟夫彩板加速 落地 转 哎 打得真好 老板 这约瑟夫 可以的 可以多关注一下 完美的一个四桌 精彩